上回书说道,东方硕要跟知冷以一对一单打独斗。 知冷认为自己武艺高强利息大,准能赢。 要一看东方硕,果然一个人有打山上往山下走,就让自己的兵士全都退下去了。 匈奴的兵将退下去了,匈奴兵将所骑的马都在这儿吃草喝水。 东方硕,走到半山腰,突然间纵身上了千里马,然后把长剑一举。 他手下带的一千匹母马,就全都跟上来了。 知冷可愣了。 哎,有道,你怎么带出这么些马来? 知冷啊,你有一万匹马给你坐镇,在你的身边,你多气派呀。 我东方硕只带着一千匹马为我驻镇,你就害怕了。 你十匹马可对我一匹马呀。 嘿嘿。 知冷也觉得奇怪。 从古至今,本将军可没听说过,两个人只带着马打仗,这回我算长了剑势。 东方硕不说话。 望前一带马,手中剑望前一捧,这剑劲就直奔支愣的耿藏咽喉。 支愣赶紧往旁边一闪。 手举宝剑是一剑相还,两个人二马盆环就打起来了。 东方说,剑术非常高,有名的东方一剑。 这口宝剑,电闪风声,招招激励。 没有几十个回合,支愣只有招架之功,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哎呀,支愣心说我得用什么办法,必须把这腰道禽住。 就在这时候,两军将士是齐声呐喊。 这将士可没闲着,都在各自的战壕里观战的。 汉军是先看出来了,这马可起了变化。 支愣是一万匹战马。 东方说带下来是一千匹母马。 而匈奴的马呢,全都是公马。 这马跟马可不知道,你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敌人,油草咱们大家一块吃,油水咱们哥几个一块喝。 马跟马都混在一起了。 这马也善通灵性啊。 匈奴的公马,一会儿的功夫就认出来了,对面山上下来的全是母马呀。 这公马可不闲着,就开始行动了。 公马一行动,东方说侧眼一看就看见了。 虽然他跟支愣动手,但是身为大将,眼过六路,耳听八方。 东方说心说行了。 二马一挫灯,东方说卖了个破产。 支愣赶紧用宝剑望前刺,东方说躲过他的宝剑,从侧面轻轻一砍。 卡,就把支愣这口宝剑砍成两半了。 呀! 支愣一愣,东方说渐渐望前一地,直奔他的耿藏阴侯。 支愣,这回我可知道了,你为什么带一贩匹公马来,原来你支愣是母的。 东方说,要杀就杀,不许你侮辱我。 哈哈,支愣啊,我先不杀你。 我让你知道,我带来的一千匹马可全都是母的,叫我一个是公的,所以跟你一绝公母。 东方说怎么说,支愣当时可没明白东方说的意思。 东方说,少说微话,你给我赶紧重手。 哈哈,公的杀母的太没意思了,你快回去,给你的士兵收尸吧。 你看,支愣不明白东方说让他看什么,他望回一勒马,这时候双方的士兵也看待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东方说最清楚,他往前一催马,嘴中打了一个口哨。 东方说嘛,东方说所带来的母马都经过东方说的特处训练,就知道主人传下命令了。 东方说马一剥头望回走,这一千匹母马就跟着东方说往回走。 啊啊啊啊。 糟了 匈奴的兵将机灵的可以让开始看出来了 东方朔走 这一千匹母马往回走 而匈奴的公马往前就追呀 这没发情的也明白了 也跟上来了 转眼之间 东方朔带着公马带着母马 就进了南边的山界 匈奴的兵将这才全明白过来 马马 我们的马呀 任安站起来了 高声喊嚷 杀 匈奴马没了 上马杀呀 杀呀 杀匈奴的兵将 汉军两千兵一个个有打豪沟里跃出来了 一阵望前冲杀 俗话说战以气盛 这一阵大杀大砍杀到匈奴的兵将 丢盔卸甲 抱头鼠窜 死的死 逃的逃 这一仗 只能可败惨了 第二天 只能不服气 指挥兵将又来到山前叫战 东方朔站在两堆石头中间 知道不怕吗 打了败仗 今天还敢跟我对战吗 东方朔 你这个妖刀 我问你 你用什么邪术 勾走了我的万匹两马 哈哈 智愣啊 等我那些母马 产下了小智愣 我再还给你 妖刀 本将军不跟你斗嘴 今天我一定踏平你的山头 好啊 东方朔说了一声好 然后看了看仁安 高声含嚷 仁安将军 你千万要守好了那条大通道 别让兄弟的兵将上来 仁安明白东方朔的意思 大人 您放心吧 智愣闯不过去 我守住这条通道 他甭打算靠近一步 智愣一听这话一愣啊 他马上往下传领 你们立刻带上所有的铁甲军 务必拿下这条通道 智愣哪知道啊 这条通道是磁石通道 一千士兵挖了一天一夜 比原来的通道扩大了好几倍 挖的磁石越多 这道呢就越宽了 他们把大石头撬开了 往旁边一垒 两边全都是磁石 从这通道的头 一直到通道的尾 起码能放下两千多人 这通道的最前头呢 一直通道一个悬崖的边上 在这通道的头上 这道可就窄了 只能过去一个人 苏武带着一千兵 身穿布衣 不能披着铁甲 因为两边都是磁石 而且这一千兵 手里不是长刀 都拿的是铜制的宝剑 旁边都摆着滚石 就准备消灭凶奴的兵将了 只能不知道 指挥大兵就攻打到了通道口 任安催缩下把掌中刀 就跟只能打起来了 只能是真玩命 任安按照东方硕的指示 指示假装的跟只能支应了几个回合 然后拨马就往后退 一边走呢 一边就把盔甲扔了 只能一看是哈哈大笑 哎呦 原来汉军教会丢盔鞋甲 杀 兄弟们前面落宽 杀 抓住东方说 本将军有赏 只能指挥兵将往前杀 这任安呢 带着几百兵将跑 一边跑 这几百兵就按着任安的命令行动了 一个个把手中的刀 跟手中的剑 就往匈奴那扔 然后呢 穿着铁甲的 就往两边绕 穿着布衣的 就有打磁石的通道往前走 这汉军的兵将 把手中的刀 手中的剑 往匈奴的兵身上一扔 匈奴的兵呢 赶紧盾牌接住 有的兵将追上去 就在地上捡起了汉军的大刀 认为是战利品了 往身后有差 有的人就举起两把刀来 往前冲 就这样 汉军往前跑 匈奴的兵将往前追 汉军就把匈奴的 铁甲兵带进这 磁石通道了 匈奴的兵将 中了东方寿的埋伏 走在前边的匈奴兵 走着走着 哎 这腿怎么不听使喚了 使劲往前迈步 没想到 身子也被身后的石头 吸住了 有一个兵 带着一大铁帽子 刚走在磁石通道的里头 砰的一下 这磁石 就把他这铁帽子给吸住了 哎呦 他使劲掰呀 这一掰到坏了 身上的铁甲 就被磁石紧紧的吸住了 后边的兵还往前拥呢 这一拥不要紧 他们是铁甲军 就全都被盗旁的磁石吸住了 当中的跟后边的 也不能动弹了 这下凶奴的兵将都乱成一团了 可怕只能吓坏了 苏武站在山上望下一看 高兴极了 是心花怒放啊 打 匈奴全部都不能动弹了 杀 悬崖之上 汉军就往下扔个大石头 匈奴兵将被石头砸得 惨死在通道之中的就竖不过来了 只能贼了 坏了 我们腰中的腰术撤 说撤 一句话好说晚了 汉军望下扔石头 有的兵将望上过来 冲上来是举刀就动 这匈奴兵将想争 想爬 不行啊 刀举不起来 这刀都被石头吸住了 帽子也被石头吸住了 汉军拿着铜剑这一阵冲杀 匈奴兵将死得这惨啊 大部分的手都被汉军给砍断了 有一个匈奴兵将啊 他头盔没记紧 没想到他一晃得出来了 他把刀一扔 这刀扔在磁石之上 蹬的一声 刀就被磁石吸住了 哎呀 他突然间有点明白了 赶紧把身上的铠甲 全都卸了 就穿着一条裤衩 他撒腿万歪就跑 只能看出来了 丢盔卸甲可以脱身 来呀 赶紧丢盔卸甲脱掉衣服 跑 他这一掌不要紧 好多匈奴兵将 赶紧就摘盔卸甲脱衣服 穿着裤衩 有的甚至光着身子 往回就跑啊 这时候人安带领 两千军马 优打左右两侧杀上来 支了可不敢练战了 赶紧带着残兵败将 往后就跑 人安指挥兵将 这一阵追杀 一直追到了匈奴的大营 东方说才传下命令 来呀 明金收兵 这一仗 支冷又死伤了不少人马 汉军是大获全兽 为什么东方说明金收兵啊 东方说确实是兵威 见寡人少实丹 打了胜仗 也是仗着这三千兵啊 支冷回到军用当中 穿好了衣服 坐这生气发了 就在这时候 走进一员匈奴的偏降 将军 您让我轻点兵马 我轻点了一下 我们还剩下九千多人 什么 三万大兵还剩下九千人 将军 东方说诡计多端 每天都吃掉我们一万多人呢 哎呀 让我知道怎么有脸面回去面见缠鱼啊 将军 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跟东方说交战 可是另一个山头的汉军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哦 你说的是那边的笛山 是啊将军 听说那个笛山只不过是个念书的儒生 胆小儒手 您为什么不打呀 好 支冷啪一拍桌子 老子这几天算倒了没了 这几天都是人家的下脚菜 今天我就拿这笛山老小的开开婚 他旁边的亲兵过来了 将军 史臣魏律 他在笛山的军中 他已然跟我们联络好了 如果我们去打他们 岂不是失信 什么 只冷两只眼睛瞪圆了 什么信不信的 老子要立功 不然的话 没法回去交差 中将军 三个匈奴偏将脉步走进帐篷 有 马上带着兵 给我攻打笛山的山头 务必取胜 遵令 只能这三员偏将 把这九千多兵叫齐了 指挥这九千多兵 就奔着笛山这山头杀上来了 这一下可把笛山吓坏了 本来笛山就害怕 突然间听了喊杀之声 而且越来越近 笛山吓得哆嗦 撑的一下 就钻到床底下 不敢出来了 这时候魏律进来了 他一看 笛山在床底下哆嗦 一伸手 笛博士 您给我出来吧 愣把笛山给拽出来了 笛山拉着魏律的手 他知道下边都把裤子尿湿了 魏大人 咱们凶凶都供上来了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咱们吗 笛博士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不供东方说 又供咱们这座山头呢 魏大人 事到如今 你救我一条命吧 笛博士 事到如今 只有投降匈奴了 不行啊 魏大人 你不能让我给儒家丢脸呢 他这哭 魏律都乐出声来了 我说 我说 笛博士 命都快没了 你还顾着脸呢 走吧 他拉着笛山走到帐外 一伸手就把那个跟笛山长得一样 也穿得一样 这老君送到笛山的面前了 笛博士 想活吗 想活呀 想活 把他杀了 老君可吓坏了 原来让自己伺候笛山博士 自己还高兴呢 因为长得跟笛博士差不多 笛山博士还赐给我一件衣服 感情让我替死啊 老君扑通就跪下了 哎呀 二位大人 原来你们让我扮成笛山博士 让我替死啊 我上有老母 下有蹊跷 你们让我活命吧 他计量 他爬起来又想跑 魏律砰 一把就把这老君揪住了 你跑 你跑 是小事 对不起呀 替笛大人死可是大事 你要保全笛大人的明节 你这功可就力大了 他揪住这老君 转身就跟笛山说 我说笛博士 要想活你就动手吧 笛山想进去伸手拿剑 这时候 魏律钻宝剑 把恩崩皇 刺统签出家 望前一地 给你 剑在这呢 啊 笛山多了多梭 身超把剑 借过来 呐 魏律大人 我不敢呢 我们儒家 重铺杀人 哈 笛大人 你可举着剑 要挺住了 他说着 就把这老君 往笛山手中的 宝剑 一推 狄山可明白了 他一咬牙 拿走手中的剑 剑锋对着这老君 浑身虽然在颤抖 但是嘴里 说的话还是明白啊 老君啊 狄山 以天下如者 谢谢你了 魏吕这时候 已然把老君推到他的剑锋之上 老君 眼泪流下来 噗噗一声 就死在狄山的剑下 魏吕 把宝剑拔出来了 然后进账 把狄山的印信拿出来 放在这个老君的尸体旁边 随手 又拿出一套匈奴的衣服 我说狄博士 把这套衣服换好了 跟我一块儿 逃活命吧 狄山 接过衣服 一边 哆嗦着 一边 换这身衣服 孔夫子啊 不是万圣 后背 我不争气啊 是皇上 逼着我上这儿来的 是匈奴 逼着我 向他们投降啊 魏吕 看着他摇了摇头 一阵冷笑 狄山 都这模样了 这三千兵还能打仗吗 一哄而散了 就这样 只能 杀到了 狄山的张千 他看着这句死诗 还狄博士呢 什么博士啊 啊 斩电说的博士 还不如臭饭呢 来啊 我们再杀回去 把那个东方 妖道也给宰了 将军 坏了 您瞧 东方朔派兵 已然杀上来了 这时候 只能跟匈奴的战将 回头一看 只见东方朔 只会两千汉军 优打对面山上 一人冲到这个山头底下 只能一看 东方朔下山了 高兴 哈哈 东方朔 你果然下山了 你下了山就甭打算回去 兄弟们 给我上 咱们九千多人 东方朔 再两三千人 不怕死的 给我上 捉住 妖道 东方朔 本将军要重赏 只能指挥兵将 往前一杀 这边 东方朔和任安 帅的两千人马 也往前杀 两军就打了交手掌了 只能高兴 东方朔 你还真讲义气 可惜 你们汉家的大分 都把我凶臭了 他其实 指的是狄山 东方朔 手捧宝剑 望前一地 我说 知道 我两次饶你不死 今天你还不下马归墙吗 哈 我归墙 到了平地上 东方朔 你甭打算占便宜 我让你有来无回 杀 两军这一交战 汉军虽然人人奋勇 但是挂不敌众 东方朔 只好率领将士 且战且退 匈奴的兵将仗着人多势众 就把东方朔的两千兵逼到了山脚底下 东方朔跟任安 两个人是奋力指挥兵将冲杀 任安急了 大人 您快撤吧 我一个人在这顶着 别着急 等一会儿我口哨一响 你跟我兵将往两边闪着上 好 这时候只冷往前一冲 东方妖道你还不下马归降吗 东方朔看十几一道 一声口哨想 唰的一下就跟任安带着兵将往两边散开了 只冷着往前杀了 突然间前边一片鬼哭狼嚎 只冷愣了 所有的匈奴兵将全都吓傻了 只见前边出现了一千多妖魔鬼怪 哇呀怪叫啊 只能吓得只哆嗦 匈奴兵将一个个不敢往前跑了 这一千多妖魔鬼怪 其实是苏武带着手下兵士 按着东方朔的命令装扮的 几天前都准备好了假面具 东方朔跟任安兵将往两旁边一闪 苏武带着一千多妖魔鬼怪的兵将往前一冲 匈奴兵将不知道是什么怪物 纷纷逃走 在极乱之中是自相践踏 只冷停下见来 妖道 难道你真有神病 东方说心说甭说有神病 我还要要你的命呢 到底知冷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